哈啰 欢迎来到J德里 这一期影片会讲关于 我们四天三夜的游轮里程 来看看这艘游轮 Spectrum of the Seas 里面提供的服务和活动 记得看到最后 到新加坡里啊 怎么新加坡里啊 不然这样冷啊 我不知道啊 西北瓜 瓜死人了 新加坡地坛就不一样 连机器人都有 从KLIA2 飞去新加坡 阿嘎是一个小时这样子的 处理好路径过后 我们就直接从 Changgy Airport前往 我们的游轮登船的地方 离机场不会太远 阿嘎在半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抵达了 我们到了我们坐游轮的地方 这在阿里啊 Marina Bay Cruise Centre Singapore 大了 整个很像机场那样 现在来到了台队进去 Check-in 游轮 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呢 其实是有四个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的 Passport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 Negative的 RTK Test 第三个呢 就是你的 Racing Certificate 最后一个是要看你的那个门票 就是从你的 Royal Caribbean的Apps 秀出来你的那个房间 是哪一个房号 我还就这样几个 哦对 Formation的话 也要记得填 卖Sejatera的Traveler Card 我们的Extension 被莫收了 这是你的席啊 的席 经过一系列的Check-in过后 终于看到一点点 我们的游轮的影子了 在我们登船的同时 一个Trip 是从新加坡去到Bineng 过后再从Bineng回来新加坡 总共四天三夜 当然还有其他的行程配套 你可以去他的官网查看 我们坐的这首游轮 是Royal Caribbean的Spectrum of the Seas 是目前亚洲最大最新的豪华游轮 拥有多达16个楼层 让乘客自由活动 有超多的宜乐设施 房间类型和餐厅选择 也是还有赌场的 这首船真的是大到很夸张 一上船 你就必须去听他们的安全指南 听完了过后 他们会在你的身上 黏一个青色的Sticker 268268到底在哪里啊 如果你已经去听这个安全演示了 记得要拿下来 不然你还会被他们叫去听的 这个房间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我们的Sea Pass 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 非常地 在我的饮料之外 我来我来 OK 欢迎来到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会走动的 我是你个拐 我觉得是不错啊 在邮轮方面来讲 这个整个空间是蛮大的 接下来一个小小的Stanbar 这床很大耶 应该是King Size吧 还是Queen啊 King 这是King Size 外面还有两个躺椅 躺在那边看海 然后可以喝一杯咖啡 哇 超享受 等那个床走的时候 我们去看看 一望无际的大海 哎 这个是Lock 哎 不是啊 是打很开啊 哇 哇 美哦 没有东西 哎 这里有一个冰橱 有东西啊 没有 nothing 可以带一些饮料 哦 有吹风筒 然后还给你两罐水 哦 哇 它这个是这个耶 这是我们耶 不是马来西亚的那种插头 孟景 我们有带那个 International Attemptor 所以你们记得带 International的那个宽伦的 然后 这个也是很好玩 因为它有一个厨 这个厨子蛮大的 就是可以刚刚放我们的 这个厨子先 这样子就 更多的空间 会爱多一只 哇 蛮大的哦 而且很多轻的耶 这里就是好像在厕所哦 开灯 哦 哦 哦 我吃鎖 比我想象这么大 哇 我会很小啊 就是大概像那个 三角形的形状 哦 哦 哇哦 那是 这个很乖 好多哦 OK哦 我没给牙刷牙膏 有办啊 诶 那个是 这个肥皂 而且也是没有给牙刷牙膏的 所以你们来这个裤子 记得要带自己的牙刷牙膏 如果你没有那个 摔牙的死罐 摔牙的死罐 哈哈 他在这样做什么 我们的这个房间的内容叫什么 啊 所以有巴格尼啊 啊 房间是进尺抽烟啦 no smoking 所以在那边不会出来了 OK 我们开箱完毕 OK 现在就带你们来看看 邮轮的四周围有什么 这是第四层 他们这条路就是叫做王甲大道 整个有这样的商业街 就是有吃的啦 有买东西的啊 有猪宝店啊 咖啡啊 这个floor的整层的设计就很那种 好像在shopping center的那种感觉 非常多东西嘛 你不会觉得无聊哦 就是 你只要带购那个钱 这边就是来花钱的地方 一个东西哦 就是你们在船上的所有的 消费呢 都是用你的房卡还钱就可以了 到时候你check out那一天你才 看你自己花多少 也是 处理那些internet service 我们在走廊这些地方 都可以有那个map 指引你想去的地方 再来 船上也是有提供健身房和按摩中心 如果你在那边走到 真的是很累啊 脚真是不行啊 你就来这里按摩哦 他的gym room 就直接看着大海做gym OK算了 我不会用 除此之外 在这边也是有看护小孩的服务 只要你的小孩子是3岁到11岁之间 家长都可以放他们在这里 然后就可以尽情地体验游轮啦 哦 我很可爱哦 那小孩子还有一个实验室诶 我好像一直在我进去玩诶 好酷哦 最后船上的焦点之一 North Star 是在这艘船的最顶楼 基本上你很像称作一个摩天轮 在高处观望游轮四周的环境 这里哦 可以坐差不多12个人左右 这边才到大咖 这个也有东西 好 好 那这么多是时候给你们讲这里有什么活动可以玩 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垃圾活动 让你的身体醒一醒 会有一个instructor在前面指导你 不过不是像剪一巷子做的对啊 室内的活动还有打篮球啊 打乒乓啊 或者是玩游戏机 不然就是他们的碰碰车 走走走走走 抓不到了啊你们 抓不到了啊 哈啰 会不会开车 这个地方是泳池区 就是已经是户外了 它就在隔天堂了 哇 感觉的满水 单单在户外的泳池就有多大 三个这么多 所以你不用担心不够泳池 让你和你孩子们游玩 想要比较宁静的环境 可以来到哈啰的浙光浴场 这边是只能允许成人进来的泳池区 整个环境都是以摆设为主 而且还被玻璃覆盖着 非常适合在这边点一杯 cocktail放松 relax 这有点活动你必须体验的 还有户外攀岩 打掘加油 接下来就是skypad 是一个巨大泵泵窗的场地 前天在那边可以体验变回小孩子的感觉 干哪里 干哪里 再弹 啊 再弹一点 弹 再弹 想要刺激体验的话 绝对不要错过它的Floor Rider 是这时候游轮最热门的活动之一 会有一个instructor wantwant教你基本的操作 至于你可以去到多高的难度 就看你自己的能耐 差一点 差一点啊 差一点这样来 不错 最后一个九点就是iFly 它是一个skydiving模拟器来的 在里面你可以体验到skydive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样这边也是有一个建议会指导你 全部的装备也是会提供 你只是需要去里面享受罢了 像粑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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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完这么多活动过后 我是肚子饿了啦 免费用餐的工钱一共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叫做Windjammer 是专门吃Buffet的 他们一共有吃早餐午餐和晚餐 在这里你可以吃到很多种不同的料理 而且还是让你任吃任喝 吃到饱 另外一个是Main dining hall 这里是不同的叫法 是以当点菜肴为主 分别为前菜煮菜和甜点 蜗牛好吃吗 你看过来 要不好吃 有没有蜗牛的味道 然后我们要还不能买 你可以不要在什么班人 因为太近了 你要远远 穿马鞋 在邮轮上真的很多很多的餐厅可以选择 就是如果你吃一个吃到Stand 你可以选另外一个 不过这些餐厅选择是需要另行付费的啦 但是全部餐厅都非常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而且他们的料理都非常的不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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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本身是有四了几间啦 第一间是Wonderland 这个餐厅的主题是以Alice in Wonderland为主 整个环境就有点像在魔法世界这样 那餐厅还是一个无知天数 而且它这些食物都很特别的 就是很小小份 很精致的那种 然后你品尝的是分子料理来的 就是讲你看到这个形状的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黑松露门饭 你一想不到 非常的特别 我第一次吃分子料理耶 所有的料理设计都会让你感觉你在Alice in Wonderland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尝试看看 川普惠 应该是 不不 对 惠上面有一个草字边还是叫做惠啊 我跟我对不对 我不懂不懂 你们留言更改一下我 我不解 不知道对还是错 然后这里就是测四川的料理哦 喜欢测辣 而且又是饭桶的朋友 这一间餐厅肯定适合你 价格算是蛮实惠的 然后食物也不错 如果你想面中餐的话可以来这个餐厅吃 最后最后如果你想要有点鱼肉性的进场的话 推荐你来它的Tempayaki 这里的厨师煮的东西是现场煮给你 而且带有一些表演性质 而且也是蛮搞笑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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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多 你来看看 这个时候船上也有很多娱乐节目 我们可以看一场剧剧表演啦 魔術表演 不然就是他的舞蹈歌颂表演 OK 这一期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